2022款的这款苹果笔记本要比2020款的它的性能至少要高出15% 那15%对我们日常生活它到底区别大吗 都到了2024年很多人还说MacBook L这款苹果笔记本到底还是得入手吗 因为最近很多人在私信给我说2020款这款苹果笔记本L的太老了 建议入手2022款的L了 那2022款对比M1L这两款苹果笔记本它到底是什么区别呢 今天呢我在这个幼美的外景小区啊给大家拿了这两款苹果笔记本出来 看一下这两款苹果笔记本到底哪一款值得你入手 到底他们差距有多大我们马上请幻想头 OK现在拿了这两款苹果笔记本的话 今天就是为大家中间讲解的啊 进入到我后面来 首先呢这两款苹果笔记本这个呢是2022款的L 这款是2020款的L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外观到底是有什么差别 所以我们外观的话可以说他这款是13.6寸的这是M2的芯片 然后这是一台M1的芯片 我们仔细来看一下他们的主要配置 来M2的兄弟们来看一下2022款的M2发具的 然后同样的这是一款M12022款的啊 这两款苹果笔记本的话 当下来说具体要我们要怎么去选择 外观上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M2的话他这个有刘海瓶 然后键盘的布局轻薄度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22022款的 他这款要稍微厚那么一点点 这款的材质的话2022款他才是雨后镜的材质啊 所以说他的轻薄度来看一下 其实这两个是差不多的 看到没有2022款的他前面跟后面的厚度是一样的 然后20款的L他这边右边收尾的话是一个刀锋板的设计 首先我们看一下他们的显示效果 然后2022款他的显示效果是2.5K的屏幕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显示效果 都是采用4万摩德 这台采用的是13.3寸的2560x160 也就是2K的显示屏 再来2022款我们来看一下 采用的是13.6寸的2560x1664 也就是说2.5K的显示屏啊 这两块苹果笔记本的话 当下来说他们的性能 我们已经通过最新的极客这个软件 从他的cpu还有他的显卡 我们来做一个参考对比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处的跑分 我们仔细的来对比一下 这边是单核cpu 这个是多核cpu 二款的单核cpu是i611 那多核的是1077 那2020款的这台是2367 单核的多核的话是2647 从此可以得出结论 2022款的这款苹果笔记本 要比2020款的 它的性能至少要高出15% 那15%对我们日常生活 它到底区别大吗 其实未复即位的 也就是说我们处理好的视频 还有上的一些程序 也就是慢个1到20秒左右 矜持的而已 一些简单的认为2022款 它完全就是可以胜任了 上期视频我也有讲 2020款的M1L 它可以对比i9的8核 因为它这台也是8核的处理器 所以说这两款苹果BB 当下来说2020款的 如果你要性价比的话 我个人建议啊 还是它这一款的2020款 因为它搭的是两克屏 当下来说 其实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了 我们再接着看一下他们的GPU GPU也就是显卡 我们来看一下情况下的 兄弟们再来看一下的GPU GPU我们放在上面来看一下 M2它带的GPU是双8核的 我们仔细来看一下 它的硬件里面有8核 4性能4能效 也就是说双8核的 然后这台的话 其实M1L 它是有一个减配版的GPU 虽然它写的4性能和4能效 其实它已经把GPU减了一部分 我们直接来看它的GPU的跑分 因为我们已经有跑分好 这是M1的GPU 23446 也就是23446左右 而这一台M1L的GPU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跑分成绩是19720 也就是说相差了4000多分 其实还是蛮明显的 如果当下来说 你喜欢新款的外观 像这种M1L的没有毛病 如果你喜欢性价比的2020款的这款 肯定也是可以的 因为它的3D程序 它的GPU的显卡 跟2017款的独立4G显卡 其实是差不多的 同一准准 兄弟们 我们拿来日常办公学习设置 其实没有任何的影响 在两块 苹果笔记本的价格 我们来讲一下M1L的这款 目前8加256G的入门版的价格的话 是在334左右 根据外观来定价格的 当然这一台的话 也就在5000多那么一点点 M2L的 也就是说相差个1500左右 那这两款苹果笔记本 你到底要选择哪一款呢 我们评论就见 拜拜